52 岁的日本男神木村拓哉 持續推出的戲劇作品受到這個戲名的喜愛之外 最近他也晒出了他最喜歡的點心 就是來自台灣的鳳梨酥 木村拓哉他22號在社群媒體發了IG的限動 手上拿的就是台灣某一家知名品牌的鳳梨酥 在包裝上面還寫著經常講他不忘 而木村拓哉也隨途附上了愛心的圖樣 可見他對這個鳳梨酥真的是情有獨鍾 而其實木村拓哉在來台灣工作的時候 就已經深深為台灣的美食所著迷 在忙碌之餘他也會請工作人員 務必要幫他買鳳梨酥還有茶葉等等伴手禮 也可見台灣美食的魅力讓男神也成為鐵粉 按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